徐晓冬,我敬你死掉汉子,但是你抵辉,串通无数,糟蹋中国文化,就是你过分了,你最近还说什么,俺王之亮受你惹度了,呸,我告诉你,俺的名气比你大多了,想当年俺王之亮也是无力缺下,排行第一的任务,那个时候你什么也不是,你大家我并不怀怒。 关键事情对异论太过分了,如果说打异论家,王之亮随时空飞。 我去腻牛脸的功夫。 没事,肯定没事。 您老人家肯定没事,明天继续咱们这个洛阳的牛肉汤伺候着没问题吧,好不好,明天有请咱们这个质量大侠喝汤子有吗,有的话掌声告诉我。 太棒了,太棒了,太棒了,好的,东京啊,这个,后生可畏,出生牛肚不怕虎,来,有请我们那个裁判宣布比赛结果。 河南哥再来一个好, либо就一句,咱听裁判要你打我? 咱听裁判的,咱听了裁判。我知道你没打过,你刚才一广告你这,好演的啊,好的。 裁判老师请先出现结果 红棒的结果 咱下回下回 知了大哥我知道你没过